各式各樣的雜貨包含了飲料 咖啡包還有泡麵 這一家印尼便利商店 可以說是飲有盡有 通通來自海的另一邊 他們從小長大的印尼 即使現在因為工作或是婚姻關係 來到台灣這個新故鄉 那裡的食物就是思念的味道 便利商店的老闆是15歲時 來台念書的Oscar 大學畢業後先從事人力仲介業 後來頂下親戚的印尼雜貨店 他說這裡最熱賣的商品就是天貝 天貝也叫黃豆餅 用整粒的黃豆下去蒸熟後 再加上酵母菌去發酵 是印尼的國保美食 極高的營養價值 成為印尼人的正餐 也是最好吃的零食 油炸或者是乾煎都有不同的口感 國民小吃叫做天貝黃豆發酵餅 黃豆餅天貝 那它是黃豆做的一個餅 一個食材 然後食材給它切片之後 可以先用鹽巴水淹過 然後下去煎 或者是鍋粉下去炸 那就可以吃 可以當作零食來吃 或者是跟配飯一起吃 這樣也很好吃 那個幾乎在印尼的話 大街小巷都有賣 這一項傳統小吃 印尼人都不陌生 而便利商店內 另一項熱賣的商品 是他們即使人在台灣 也會想要買來喝的紅茶 因為有了這一款飲料 可以搭配上任何的美食 絕對少不了它 如果到印尼沒有喝這一瓶飲料的話 好像沒有到印尼一樣 它叫做 天貝黃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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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句話說 不管你吃什麼菜 一定要配這個飲料 不管你吃什麼美食 你一定要配這個飲料 對於離鄉的印尼人來說 故鄉是切不斷的思念 而食物就是最好的思念方式 有了印尼便利商店 賣起這些商品 不僅可以一解釋香之情 也能憑藉著食物的美味 給自己更多的力量 在台灣更努力打拼 中家新聞066番綱綜合報導